一觉醒来 我穿成了黑道大佬的千金 我睁眼 一个满脸横漏的花壁大哥 正抱着我笑的满脸褶子 噩梦 一定是在做梦 好可怕 妈妈我要回家 后面站了一排神情严肃的黑墨镜黑西装大哥 齐刷刷的喊我 小姐 我是千金大小姐呀 那没事了 我绝望的闭眼又睁眼 眼前的场景依旧没有变 如果没记错 我穿到了黑道千金窍直视这本书里 黑道千金 很好 男老婆 很好 但我不太好 上一秒还是刚做完导树题的高中生 昨天晚上 我才点开第一页就困得撑不住 再一睁眼 我就到这儿了 我 阴暗的爬行 尖叫扭曲阴暗的爬行 扭动分裂着我的爸爸 海诚最大的黑帮头子唐大强 此时正放轻声音 抱着我摇摇晃晃的哄着 一张嘴几乎裂到耳根 小宝宝乖 小宝宝睡 我不想睡 但身为婴儿的本能让我上下眼皮开始打架 我们知知是全天下最乖最乖的小宝宝 说得好 下次别说了 要不是身为小婴儿没办法张口讲话 我真想一巴掌拍到唐大强傻笑的脸上 爸爸 你后面的大哥憋笑憋的脸兜子了 没关系 精神稳定就可以了 既来之则安之 意思是既然来到这里 那么也安葬在这里吧 我就这么摆烂是长到五岁 唐大强对我真的很好 我每天都在接受他的夸夸式教育 我会跑步了 知知好棒 以后一定能参加奥运会的白米赛跑 我认识了26个字母 知知好棒 一看就是外交官的料子 唐大强兴奋的搓着手 愣呵呵的傻笑 冲着身后的保镖问 我们老唐家是不是要出个文化人了 保镖勉为其难的点点头 唐大强大手一扬 升值 城东那块地里来收保护费 我很小就确定了一个目标 我悄悄从他们平时的只言片语里了解到 唐大强的生意做得很大 还是极其容易结仇的那种 不免在灰色地带游走 为了避免未来哪天回到家 发现唐大强被扫黑除恶走 我的目标是 带着唐家生意走上正轨 六岁那年 唐大强带回来一个精致的小男孩 威师的黑发垂在额前 趁着皮肤更加苍白 狭长的桃花眼滴滴地垂着 高挺的鼻梁上有一点痣 威师的白衬衫贴在他有些瘦削的身体上 整个人有种破碎的美感 我看得有些呆愣 这是什么 美人 贴贴 唐大强说 芝芝 以后宋川玉就是你的玩伴 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男孩单薄的肩膀 我明白 他不仅是我的玩伴 更是我的小保镖 我摆弄着手里的洋娃娃 站在楼梯口 居高临下地俯视他 你叫什么名字 气势不能输 宋川玉倒是很拽 紧紧地拧着唇 抬眼腻了我一眼 不说话 唐大强在旁边善善地说 芝芝 她叫宋川玉 我想瞪唐大强一眼 却一不小心踩空了楼梯 一路火花带闪电 等我回过神来 我正趴在宋川玉的脚下 手里还抓了一节布料 他一脸惊恐地提着裤子 眼神终于有了波动 像看变态一样看着我 唐大强在旁边干巴巴地打人场 哈哈哈哈 芝芝 年里唐大强的工作很忙 落大的庄园除了庸人 常常只有我和宋川玉两个人 宋川玉话少 但我脸皮厚 无聊的时候 我就缠着他说话 宋川玉不厌其烦 拧着一对秀气的没看着我 你只知道我是唐大强的女儿 你需要保护的对象 却不知道我酷炫狂拽 美丽善良小野猫 无法贴你的身份吧 我得意 小样 那也为俺捉你吧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唐大强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 无他 生意上太多仇假 我生怕自己哪天就趴得没了 我盯着面前含羞待怯 低领短裙丝袜 假睫毛扑扑扑扑的姑娘 晒干了沉默 他说一句话 摇摇十次头发 和唐大强握手的时候 整个人像刘骨头一样 唐先生 我一定会叫好小小姐的 唐大强浑然不觉 我咬牙切齿 宋川玉坏心眼的俯身 在我耳边吹气 声音像小钩子挠在我心里发痒 他说 唐芝芝 他想当你妈 我不冷不热地撇他一眼 反唇相机 怎么 你也想当他儿子 他认认真真地纠正我 唐芝芝 你说的不对 你是唐叔的女儿 但我不是唐叔的儿子 我嘴比脑子快 那你当你去吧 伴个儿子也能叫生妈 宋川玉还是不惊动 一抹红侠飞快地拍上他的耳间 我决定赶走白老师 若是他安安分分 上课我也懒得出手 唐大强早出晚归 他也早出晚归 就是为了在唐大强面前 刷刷好感 一开始 他和和气气地问我 芝芝 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后来 他差点没把那点心思写在脸上 芝芝 你爸爸平常喜欢吃什么 我想起客厅里一身酒气 靠在沙发上的唐大强 想得通白老师为什么看上他 虽然他确实有那么几分姿色 不然怎么能生出 我这么完美的女儿呢 那天晚上 宋川玉神神秘秘地问我 你想不想赶走白老师 我点头 他唇边琴着一抹笑 压低了声音 隔天 早饭的饭桌上 我就问唐大强 爸爸 你以后会不要我吗 唐大强大惊失色 怎么会呢 你可是爸爸的小心肝 他脸都变红了 半天想不出该怎么说 眼睛一瞇 突然想到什么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 我从善如流地说出准备好的台词 川川哥哥说 白老师说以后不要他 我故作失落 在抬起头时 眼里已是阴晕的雾起 爸爸 你也会不要吱吱吗 什么 唐大强勃然大怒 正巧进门 听到这一切的白老师 终于忍如其名 嘴唇刷得没了血色 不住地吸动着 都 都是误会 我和宋川玉 悄悄交换了一个眼神 在桌子底下击掌 这么换了五六个家庭教师后 唐大强痛定思痛 他决定送我去上学 我挑选了衣柜里 最漂亮的小裙子 兴刀采烈地去上学 好吧 还是失策了 上学第一天 没有一个小朋友和我讲话 因为我身后凶神恶煞的黑衣保镖 与我的悲惨处境不同 宋川玉混得如鱼得水 他倚靠在教室门边 幸灾乐祸地笑 嘴里还吃着隔壁斑斑花底的棒棒糖 凭借着优越的外貌 宋川玉一跃成为了小学里 所有小姑娘最喜欢的榜首 与所有小男孩丑视的对象 幼稚 我安慰自己 好歹我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不能计较这些 当天晚上我就哭闹着 逼着唐大强把所有的保镖都撤了 宋川玉又成为了我的小保镖 被迫与我形影不离 他很不情愿 臭着一张脸 我其实也没多开心 但宋川玉吃扁了 笑容不会消失 但会转移 比如从宋川玉的脸上 到我的脸上 日子过得很快 一晃我就升入了初中 宋川玉的性格越发地沉稳起来 不在四小时候的吊锒铛 我们天天一起上学放学 学校里都传我俩是一对 这天家里的司机临时有事 宋川玉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 他朝车后坐一歪头 酷酷地开口 上车 我沉默半赏 道你能行吗 最近吃的有点多 我摸着腰上的肥肉 本来决定大发慈悲地放过宋川玉 宋川玉却不领情 一条没 哥还能再个动你这小丫头骗子 好吧 这可是你说的 当一辆又一辆自行车 超过我们的时候 我心虚地抓着衣脚 唐芝芝 你最近吃剩驼了 他咬牙切齿的 我委委屈屈的 想了想还上他的腰 不抱不要紧 抱上我惊呼一声 宋川玉 你有腹肌 宋川玉这人不能处 有腹肌是真瞒着 话音刚落 宋川玉的车头一晃 我们两人齐齐栽倒在地 宋川玉的胳膊 划出长长一片擦伤 而我被宋川玉护住 毫发无损 他来不及骂我 垂着头有些狼狈的扶起自行车 脸红的像年画上的娃娃 我遗憾的扎扎嘴 咋这么不惊夸呢 唐大强以前安慰我 小时候挨不要紧 长大了 就会抽条了 我怀疑宋川玉 不仅把我的抽走了 还把方圆石里的条都抽走了 14岁 宋川玉就长到了一米八 在一群初中生里 他鹤立鸡群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 拼的气息 不得不承认 比起五岁那年 刚到我家的那小豆芽 宋川玉确实变帅了不少 初中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给宋川玉抵情书的女生 一波接着一波 我看着眼红 宋川玉 你说怎么没人给我递情书呢 镜子里的人皮肤白皙 像包了壳的鸡蛋 一对大眼睛黑润润的 十分灵动 再往下是一张樱桃小嘴 我凑近宋川玉 逼着他回答我 我不丑吧 宋川玉不太自然地推开我 滴滴地硬了一声 我叹一口气 明明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宋川玉的 怎么这么不讨人喜欢呢 我就说有人喜欢我的吗 某天放学 班长跟我告白 那是个四四纹纹戴眼镜的小男孩 重点是 成绩很好 我兴高采烈地 把这件事告诉宋川玉 宋川玉的脸色越来越黑 他轻声开口 直知 你们班班长叫什么名字 宋哥找谁 找下你们班陆怀 彼时班长正在给我讲题 刘海垂在额前 我甚至能看见他 长长的睫毛扇动 他的声音很温柔 我听见咚咚声 不知道是谁的心跳 班门口传来响动 我抬眼一看 是宋川玉 他的薄唇紧紧地抿着 你认识宋川玉 陆怀看了一眼门口 有些错愕 不认识 他拿笔指了指自己 找我 对 出来一下 宋川玉不情不愿地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不知道两个人在门外说了什么 似乎没有什么很激烈的交涉 宋川玉甚至连手 都没有从口袋里抽搐 再次回来的时候 陆怀那张斯文的脸上 清白交加 混着一些尴尬与愤怒 我大大咧咧地问他 宋川玉找你干啥 陆怀深深看我一眼 摇了摇头 没什么 后来 陆怀就慢慢变得越来越冷淡 他主动找老师掉开了位置 妈的 我就说宋川玉是个祸害 灰暗的小巷里 我身后是死胡同 身前是四个人高马大的混混和一个女孩 将我唯一的退路 堵得严严实实 我开始认真思考 飞檐走壁的可能性 黄毛混混叼着烟 眯眯起眼睛 救他 宋川玉喜欢这样的 那女孩晃了晃混混的手臂 连声撒娇 黄毛混混显 显然狠吃这一套 一步步逼近我 我退无可退 大脑飞速运转着 要不先跪下求个饶 虽然我身为黑道千金 但是因为从小就有保镖在 再加上我爸养女儿 就是养公主的理念 我也就是一个身份特别一点的 手无腹肌之力 普通女初中生罢了 此时我无比痛恨 自己逃的每一次八百米 眼看着黄毛的手高高举起 咚 没有意料之中的疼痛 倒是想起棍子砸在人身上 发出的沉闷响声 是宋川玉 他神奇般的出现在巷子口 救下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打架 他出手利落 砸晕了黄毛后 一个出拳和扫腿 顺带着一个漂亮的锁猴 就把剩下三人解决了 书包甚至还背在身上 流向那女孩 傻眼的在角落瑟瑟发抖 他急切地奔过来抱住我 声音里带着一些颤抖 没事吧 我张了张嘴 想说人家还没有碰到我呢 可是闻到宋川玉身上 和我一样的喜意液香味 我又闭上嘴憋了回去 好安心的味道 初中毕业后 我成绩不太好 唐大强说要送我出国读书 我没什么概念 只觉得是个挺不错的安排 便答应了 只是迷迷糊糊地意识到 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 见不到宋川玉了 但潜意识里 感觉不能让宋川玉知道 他会有点伤心的吧 我不确定地想 宋川玉还是知道了 家里的庸人不小心说漏了嘴 他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三天 临行前的最后一天 他碰得推开门 静止走到我面前 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 走吧 我问 你没生气 他轻轻地眨了眨眼 没回答 到了过海关的时候 他猛地拉着我的手 芝芝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吧 我点点头 他拢了我的毛领子 吸了吸鼻子 你在外面不要早恋 外国男人都很坏的 哦 不信 见我一脸狐疑 他又补充道 骗你骗的裤衩子都不剩 骗我感情可以 骗我钱不行 宋川玉拍拍我 故作轻松 快去吧 唐大强在旁边哭得一抽一抽的 吸引不少旅客投来注目里 哎呀妈呀 怪丢人呐 我在国外学的是艺术 高中毕业后 又顺理成章地申请了这边的大学 出来乍到 加上学业压力重 唐大强经常飞过来看我 到目前为止 算起来有五六年没有回到海城了 我走出机场 海城特有的甘冷的风格协助我 远处站立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 是宋川玉 好多年不见 他出落得更加帅气 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 白衬衫袖口半晚 露出线条流畅的小臂 看起来就很会堆的样子 我胡思乱想着 一不小心让心里话说出了口 宋川玉动作一顿 唐之知 你都在国外学了点什么 你听错了 路过不少女生 向他头来打亮的目光 我压下心底的古怪 不客气地冲他嚷道 宋川玉 你恐却开平呢 我感觉他似乎有些不一样 但又绝不出一个所以然 他失笑 目光一寸一寸地从我身上刮过去 然后抬手松了松领带 又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 我爸呢 我垫着脚 努力在他身后寻找唐大强的身影 这小老头不应该缺席的呀 宋川玉不动声色地挡住我的视线 回去说 他贴心地伸出手挡在车顶 有些调笑地道 大小姐 先上车 我一口气差点没提起来 你叫我什么 宋川玉熟练地上车 打火转方向盘 两个月前 唐叔让我做您的指示 指示 好 很好 要不是这个稍险中二的称呼 我几乎都要忘了 这是一个小说世界 这么看来 宋川玉就是文章的男主 翘直视 而我 就是那个霸道黑道千金 这么说 我和宋川玉是不是注定要在一起 我悄悄瞄了一眼 宋川玉的宽肩斩腰 老脸一黄 不能想 不能想 唐叔前两个月生病了 想将家业传给您 我会辅助您逐步接管 我爸生病了 我有些心急 怎么没早通知我 不是什么大病 直直 别多心了 我重新靠回车后座 一颗心落回肚子 点了点头 去医院看了唐大强 医生说他是喝酒喝多 导致肝脏有点问题 他坐在病床上 中气十足的插着腰 嗨 我没病 我对他说 嗯 你很快就能恢复了 转头跟医生说 让我爸住久一点 不差钱 离开医院驶向庄园的路上 我偏头望向窗外 余光飘到路边的鸡血旁 有一坨黑乎乎的东西 似乎是个人 等一下 停车 我捡了个人 自面异义上的 宋川玉强烈反对我的做法 可我大概是圣母病犯了 对上面人漆黑清亮的瞳孔 就挪不开眼了 那少年大约十六七岁的模样 脸上病态的苍白 混着泥土和灰尘 沉波而红 下巴尖靴 肩膀因为害怕而颤抖 我把他带回了庄园 又给他准备了干净的衣物 我柔声问道 你是谁 他摇摇头 色缩了一下 我明明纯安抚他 别害怕 宋川玉 他是不是失忆了 男人抱着臂在墙边 轻扯嘴角 那少年用双臂紧紧地 抱住自己的膝盖 嗓音有些沙哑 别送我走 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美好的回忆 我会乖的 眼神湿漉漉地带着恐惧 像侮辱人类陷阱的小鹿 我心软了 大概受过很多苦 我不由自主地摸上他的头 别担心 在这里很安全 他又主动地往我的方向靠了靠 把柔软的发丝 蹭进我的掌 心 像小时候养过的 一只泰迪狗 乔扬就这么在我的庄园里住了下来 他告诉我 自己叫乔扬 他好像也只记得这些 乔扬很黏我 大概是过于缺乏安全感 只要一段时间没看到我 他就会在庄园里四处的游荡 不跟任何人交流 仿佛无法忍受 一个没有我的环境 这个一段时间 半小时是极限 找到我之后 他眼睛会蹭得亮起 然后气息爱地拉住我的手 低眉顺眼地 发出满足的溃叹 好像我和他的肌肤接触 就是最好的良药 宋川玉撞见过一次 他在楼梯口驻足 眼神晦暗不明 晚上宋川玉把我救到花园里 有落叶飘到他肩头 我下意识地想帮他扶去 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 宋川玉的掌心火热 烟雾在他眼前 一点点地晕开在空气里 他哑着嗓子问我 唐芝芝 你对那小子的怜悯 要到什么时候 养他一辈子 我也不知道 半晌了那道 你什么时候会抽烟了 对身体不好 我的逃避 落在宋川玉的眼里 是一种默认 他自嘲地勾了勾嘴角 将烟从唇间夹了下来 忽然倾笑出声 舌尖甜甜下唇 他默了一会 轻飘飘地吐出一句话 尾音化作分子 飘散在空气中 大小姐 能不能可怜可怜我 我心如肋骨 唐 唐小姐 是乔央 他不知什么时候 寻到了玻璃花房门口 他打破了我和宋川玉之间 有些芝闷的气氛 我逮着了机会 落荒而逃 自然也错过了 乔央对宋川玉露出的那一抹 有些诡异的笑容 因为宋川玉的那句话 我失眠了 第二天 我顶着巨大的黑眼圈 来到餐桌上时 乔央已经在餐桌旁等待多时了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我 姐姐 怎么了 你看起来 有些烦恼 可以和乔央说说吗 看到姐姐烦恼 乔央也感觉很不开心呢 毕竟姐姐的烦恼 就是乔央的烦恼 他微微抿唇 脸上酿起一个小小的梨窝 我虽然脑袋昏昏沉沉的 但也能认识到 这好像是一种 明微蓝绿茶的生物 哇 真刺激 可对上乔央清澈的双眼 我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罪过 罪过 我拉开椅子 鬼使神拆地开了口 可能确实是心如乱麻 需要找个人倾诉一下 而这个人 又恰好不能是宋川玉 好像有了喜欢的人 乔央的指节用力地 捏在银制餐具上 骨节泛白 面上却不显丝毫异样 他开口 是宋先生吗 这么明显吗 我的表情大概出卖了我 乔央叹了口气 好羡慕宋先生呀 被姐姐喜欢的人 一定很幸福呢 我苦恼的挠了挠头 但是我不知道 他对我是什么感情 从小被我父亲寄托的责任 还是 哎 这样啊 乔央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边 并不存在的碎屑 眼底是压抑的疯狂 我给姐姐出个主意吧 我听完 有些犹豫 这样不太好吧 乔央突然将手贴在我的脸上 彼此的距离贴近 我望见他的瞳孔里 那就证明他是喜欢姐姐的 如果宋先生没反应 姐姐也不至于太狼狈 乔央用小拇指勾了勾我的掌心 头发顺顺地搭在额前 整个人看上去乖巧又无辜 说曹操曹操就到 宋川玉走进前浪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幅画面 少男少女彼此的距离已经很近 容不下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阳光斜斜地落下 两个人的影子 也是浅浅地交叠在一起 他太熟悉 乔央望着唐吱吱的眼神了 渴望 痴迷与狂热的迷恋 他再也忍不住 逼肩挂着的大衣 随意地往鞋柜上一丢 便大不留心地走上来 尽瘦的小臂 强势地插入两人之间的空隙 宋川玉微微地发力 壮死无意地捞起少女 又像在警告着少女 他的手臂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禁锢 你们在干什么 宋川玉是在吃醋吗 我定定地看着他 他的眉宇间 沉沉地拢着一层阴翼 薄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 我间隐隐有轻轻跳动 垂在身侧的一只手 须须地握成拳 我了解他 这是宋川玉焦躁时候的小动作 突然就有一丝细微的喜悦 从心底漫开 宋川玉来找我 是有正事要说 他最近一个月鲜少出现 也是为了忙着这个 男人有些严肃地固住我的肩膀 把我按在书房的椅子上 直直 你知道乔央是谁吗 宋川玉下意识地想在裤口袋里 摸一根香烟 又突然止住了动作 他的话在我耳边轻飘飘地 炸他一朵烟花 是乔家的私生子 你父亲最大的对头 乔家现在满世界在找人 不能再把他留在庄园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身后血眼的门外传来响动 随后是咚咚地跑开的凌乱脚步手 乔央听到了 我下意识地想要起身去追 宋川玉却压住我动弹不得 他的语气又快又急 还有一件事 大小劫 唐叔昨天晚上背下了病危同之书 现在情况很危急 我疼得站起来 唐大强 明明我上次见到他 他还是那般活力十足的模样 怎么会突然就 并且据我所知 乔家的人已经查到了这里 我有些慌张 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宋川玉圈住我 不住地抚摸着我的背 是令人安心的语调 放心吧 大小姐 一切都有我 不 宋川玉不只有你 我是唐家唯一的女儿 一切都还有我 我犯难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乔阳开口 可是事情也不能一直这么拖着 乔家的人随时有可能找过来 又过了几日 我从医院看完唐大强 回到庄园 这才叫黑社会 跟着唐大强的那些 顶多叫混混 那男人礼貌地递给我一张名片 唐小姐 我知道他们是为乔阳而来 但我没打算把乔阳交出来 你们来做什么 我决定装傻 壮汉说 唐小姐想必很清楚我的目的 都是聪明人 没必要弯弯绕绕的 我也摊牌了 我不会让你们带走乔阳的 壮汉不知可否 随即向身后人识眼色 他背后那一排豪车 骑刷刷地从窗户里探出一个 喇叭 多么质朴 且缺乏素质的风尚啊 乔小少爷 麻烦您自己出来 不然 我们不保证会对唐小姐做出什么 我又惊又怒 你想干什么 乔阳飞快地出现在了庄园门口 身上还穿着我给他买的白色睡衣 眼睛里流露出生气袋上 见他出现 很快就有两个黑衣大汉 上前架住他的左右臂 他并没有怎么挣扎 但还是以一个近乎 被拖走的姿势上了车 就算这样 乔阳也努力地回头 冲我说着什么 我看着他的嘴唇吸动 他在说 姐姐 别担心 车门合上 我彻底看不见乔阳的身影 那大汉走上前来 搓了搓手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他哈哈一笑 方前的冷裤假面破碎 唐小姐 合作愉快 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再见到乔阳 唐大强的病情 与唐家的一切 就足够让我头疼 反反复复一个多月 唐大强最终撒手人寰 半葬礼那天 是一个阴冷的雨天 我穿着黑色的套裙 别着白花 透过帽檐垂下的黑纱 冷眼看着来来往往的宾客 宋川玉在身后 为我撑着散 后来宾客散尽 雨雨一起落下的 还有落寞的孤独 轻柔而沉重地拥住我 唐大强确实是个好父亲 宋川玉似乎察觉了我的不对境 他脱下黑色的大衣 轻轻地披在我的肩头 自己指着马甲 与单薄的衬衫 他好闻的香气 凝绕在我的鼻间 我听见他一字一句地说 声音清晰地传进我的耳里 芝芝 我会永远陪着你 后来我跟在他身后 一脚深一脚浅地 踩在泥泥的小路上 宋川玉的肩 头湿了半片 接手唐家的生意并不很容易 我大学学的是艺术 唐大强生前 结了不少生意厂商的仇家 如今谁都想来踩上一脚 好在还有宋川玉 他帮我解决了大部分 偶尔也有一些特别难堪的事例 宋川玉消失了一天一夜 然后把他处理妥当了 我担心地揪着他的领带 不准杀人 不准违法 他哑然一笑 挑了挑眉 不会的 想什么呢 我只是去谈判了 那就好 我松了一口气 小孩以后还能考工 在他的帮助下 我成功掌舵了唐家 并且 我慢慢地抛弃了唐家以前一些 在灰色地带游走的生意 同时做了很多慈善 毕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日子慢慢走上正轨 我收到了久不联系的乔家的请柬 听说他们混乱的夺位之争 终于落下帷幕 这次是新家主的上任仪式 我独自前往 本想放下水里就离开 却被一个壮汉拦住了脚步 我看着有些面熟 想了半天 才从回忆的角落里 扒拉出一个身影 哦 看来是没站错队 下档在就业了 我跟着他到了露台 那里早有人等候 很让我意外的一张脸 差不多半年没见 乔央又挺拔了几分 也不再像在我家时那般瘦落 他穿着剪裁得体的白西装 头发长长了些 在脑后挽起 依旧是那般甜蜜蜜的语调 换我 姐姐 我心下提起几分警惕 乔家夺位之战之惨烈 连我都有所耳闻 乔家小贝死的死废的废 事宜 我怎么也没办法将眼前这个赢家 与当时那个七七惨惨的乔央联系在一起 乔央急切地向我走了两步 手中的红酒杯里 样起好看的弧度 那张精致的脸上浮现起受伤的神情 姐姐 你知道我不会伤害你的 不信 但我还是缓和了几分脸色 你有什么事 话没说完 我就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我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 手上的酒杯也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玻璃碎裂声 被暗算了 眼前最后的画面 是乔央居高临下的俯视我 还有他喃喃的低语 姐姐 就在陪我一会吧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精致的水晶吊灯 复杂规律的强烈花纹 要不是有昏迷前的记忆 我差点以为自己一夜回到解放前 又穿越了 乔央这小子怎么黑化了 他收走了我的手机 又给房间上了两道锁 此时他正趴在我的床边 冲我讨好的笑 对我说 姐姐 我爱你 我说 你这不是爱 我决定教育一下乔央 你知道爱是什么吗 爱是指喜欢达到很深的程度 继而人为之付出的感情 是指人类主动给予的 或自觉期待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主动给予懂吗 我饱含感情的朗诵 爱是放手 是成全 是自由 乔央脸上的笑容 有一丝裂痕 他咬了咬牙 又继续道 真好 杰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我又一正言辞说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我是唐芝芝 是唐家的家主 是唐大强的女儿 我只属于我自己 乔央呆住 我很满意 不难看出 我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诲 给乔央幼小的心灵 带来了多大的冲击 他五指收紧 将洁白的被子 揉得有些皱巴巴 鸭语般的洁垂下 在脸上打下一道阴影 在张口时 他眉宇间 又染上一丝隐隐的癫狂 姐姐 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姓宋的 是不是把他杀了 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 哦诺 是病骄 我并不担心宋川玉 潜意识告诉我他 一定会来救我 果然没让我等太久 大概在第四天的晚上 乔央没像往常那样 出现在我房间里 叙叙叨叨的冲我诉说爱意 我就知道 大概是宋川玉出手绊住了他 我安安心心的 收拾好传来的衣物 等宋川玉来救我 我听见门外 有了踹门的响动 然后拍拍衣服 坐在了离门口远一点的位置 开玩笑 我可不想门倒下来砸到我 灰尘散去 露出宋川玉的脸 几天不见 他下巴长出了轻短的胡茶 常年晕烫起整的白衬衫 也皱皱巴巴的 我还没看见过 他如此狼狈的模样呢 除了小时候 看见我安全 他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然后冲上来抱住我 我拉拉他的衣袖 对他耳语 快走吧 他拦腰抱起我 甚至不忘用膝装戴住我的眼睛 黑暗里我的感官格外敏锐 我听见他的胸膛里 如忠明般清晰且有力的心跳 再后来 也不知道是几个人的心跳声 他圈着我 将喧嚣 打斗 彤彤抛在身后 我后来才知道 那几天宋川玉整个人几乎要发疯 他几乎将海城翻了个遍 又使出一切手段 疯狂地打压乔家的产业 乔央才刚刚接手乔家 但基本就不稳 被镇压的那些人 重新又开始冒头作乱 除此之外 他还报警了 乔阳此时 大概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宋川玉很自责 这件事后 他对我的安保全面升级 恨不得把我挂在他的裤腰带上 我倒是无所谓 在宋川玉身边 我会一直安心 某个阳光很好的午后 暖意融融 我窝在吊椅鞦韆上 宋川玉在帮我削梨子 我盯着他修剪整齐的指甲盖 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宋川玉 你喜不喜欢我 要不要和我结婚 啪哒 本来一长串的梨子皮 突兀地断掉 我眼间 瞧见一抹红韵 悄悄地爬上宋川玉的肩 我没意思地撇撇嘴 呀 纯情只是火辣辣 番外在国外求学时 我在一家咖啡店偶遇过陆怀 他还是那副温温柔柔的模样 戴着金丝眼镜 我们面对面坐着的 他开口的第一句却是抱歉 那个时候不太会处理这些事 所以疏远了你 后来看你纠结的模样 我也很愧疚 都怪我 我明明早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却还是想了太多 不了 他仿佛想起来什么 问我 你现在和宋川玉在一起了吗 我也苦恼过 宋川玉明明喜欢我 为什么不和我表白呢 他的很多小动作 永远十多整洁的形象 每天晚上的那杯热牛奶 下意识挡在我身色的手臂 还有只在我面前出现过一次的香烟 可能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吧 我已经成为他骨血的一部分 后来我读懂了宋川玉 他大概是有些自卑的 宋川玉从小寄人篱下 小时候不觉得有什么 长大了后却对这些日益敏感 在他眼里 横跨在我们之间的东西有太多 唐大强的养育恩情 身份的差距 于是他把自己摆正在指示的位置 默默地守护着我 在宋川玉心里 唐之之大概是天真而美好的 他自觉心思深沉又阴暗 活在黑夜里 我在国外那几年 他大概帮唐大强处理了不少阿渣之事 他大概是这么想的 配得上唐之之的 是骑着白马的王子 而不是换掉一双又一双沾了鞋手套的指示 所以只要我过得好 他便甘之如鞭 可是我从来不是什么天使 如果我是天使 我就不会利用唐大强对我的宠爱 从小就演戏赶走一个又一个想上位的女人 更不会主动将乔杨的消息透露给乔家 虽然被宋川玉抢先了一步 我若是看不出乔杨有别的心思 那我真是在唐家白混了这么多年 只不过他后来夺权的狠辣 确实出乎我意料 宋川玉大概想不到 心目中的大小姐实质上与她是一路人 大手从身后揽住我的腰 我从回忆里惊醒 闻到熟悉的气息 我放松一时绷紧的脊背 再做什么 好香啊 我转过身去 用沾满面粉的手去抹送川玉的额头 假装称怒 别闹我了 他满足地深吸一口气 用额头抵住我的 然后轻轻地在我鼻尖落下一个虔诚的吻 晚安